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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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连着天 风吹不散 书靠着山 雨打不断 雨游的欢 是打不乱 我爱的人 爱的心甘情愿 要怪就怪 这要命的爱 让人尝尽不自由的无奈 要怪就怪 这切不断的爱 让人同应一生爱的悲欢 如果不曾拥有你 我都不懂怎么爱 是你让我看到自己的存在 如果不能拥抱你 还有什么可期待 是你带我走向幸福的地儿 啊 啊 你是不能拥抱你 啊 这是一个改革的年代 是一个催人奋进的年代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征途中 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尊敬的各位领导 尊敬的工友们 我呢 是真不想说这些官话套话 今天在这儿 请允许我说几句心灵 我是东方厂子弟 在座的叔叔阿姨们呢 都是看着我长大的 到今天为止啊 我都清楚地记得 我入厂第一天的时候 我的父亲送给我的两句话 他说 我为东方献青春 献外青春献子孙 孩子 现在轮到你接班了 我的回答是 我明白场性我性 场衰我衰的道理 父亲 请您放心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今天我在这儿 代表青年屠军队宣誓 父辈们可以老去 我们也终将会老 但是 东方厂将永远年轻 我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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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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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腰拉直了 我让你把腰拉直了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附近的小流氓到歌舞团来都是这个借口 小语 小语 真是这样的 小语 臭流氓 怎么回事啊 张小斌对我耍流氓 你小点上别人听见 听见怎么了 南巴天势力大 最后还不是被吴琼花一枪给毙了 张小斌要是再敢对我动手动脚 我就去公安局告他 小语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出去 咱有话好好说 您别拽我行不行 我就拽你 我问你 是不是翻墙进来的 我是来找人的 我不问你这个 我问你是不是翻墙进来的 是 承认就好 你从哪儿翻进来的 还从哪儿翻出去 大爷 大大大爷大爷 咱要闻斗 不要武斗行不行 这季度断道车间弹得不轻啊 能不能朝俄完成全年任务 就看着最后的冲刺了 建国啊 你们青年突击队 要起到表率作用 您放心 今天的气质很好 有当年会战的影子 建国啊 还有你们所有的年轻人 一定要记住 不要戴上红花 听两句好话 就翘尾巴 要谦虚谨慎 还要接交接躁 保持革命的光荣传统 我说完了吗 对不起 长长 对不起 长长 先撤了啊 路上对不起 先撤 快快快 一定要切记啊 保持革命的车统 好 厂长 有件事情 我得向您汇报 是 这个 老唐啊 老唐我找了他好几次 那跟今儿啊 就是转磨弯来 非要倒什么欠 你说咱们厂 从德国进口的生产线 马上就要开工了 离它不行啊 我知道了 怎么回事啊 小王被麻三给摁那儿了 为什么呀 还不是秀蜜那点破事 秀谁了 歌舞团那浪妞刘文文 牛奔的 麻三这蜜团有怎么秀 快去看看吧 两拨人在歌舞团那儿 已经对上了 麻三那孙子 非让咱们小王 给他磕撒想头 静光 看来这架势非打不可 好 爸 您闭上眼 还眼睛闭上 文文 葱烤鲫鱼 就知道我您好这口 今天什么日子啊 今天 今天是还有 三个月零六天您生日 我特地买来孝敬您的 有女儿真好 爸爸可以天天过山 那是 女儿是爸的天津小棉袄 姐是大棉袄 我是小棉袄 爸 您那种血还没有啊 不甘不净 吃了没病 来 不甘不净吃了没病 来 放进 这话可不是你这学医的该说的 来 酒 我刚刚来的时候路过礼堂 里边开什么表象大会呢 东方厂可真够乱呢 就连宋建国那种人还能当仙剑 还人魔鬼样地上台发言 听得我直起鸡皮疙瘩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就仗着他以为当层长的爹嘛 别瞎说 我最要他干得好 就应该当陷阱 东方厂就是需要年轻人 你欠什么 吃饺子 好 其实张晓冰早就对你不安好心 你都不知道 你每次跳舞的时候啊 他看你那两个大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我早都替你捏把汗 可是他是咱们舞蹈队队长 咱们惹不起 你有了没问题 少在我面前替他 我就是想提醒你 你既要提醒他 你既要提醒他 又不能得罪他 是长青歌 鼎鸩 送鸿军 郡爱命来 命用军 一家禽 一家禽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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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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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回来了 叫我呢 你干吗去 我怀小语叔 小语不舒服睡觉了 给我吧 谢谢 谢谢 建国 你怎么能干 你怎么干 还能不能打我 老实点把嘴闭着 马三 咱们有话好好说啊 把人先放 你让我放 我就放 那你想怎么着 这话我放出去的 让这王八蛋给我磕撒想头 这事就算完 我呸 给我快差不多 闭嘴 三哥 你在我们宁州城也算好人物 我知道呢 刘文文哪配得上你啊 要我说啊 他跟我们家小忘铁合适的 要不您抬抬手 成全他俩 你再拼信不信我一刀卡了他 建国 让他砍 他不砍他是我孙子 砍完你我上点谁包他去 宋建国 他要不是你兄弟吗 要不然 你替他给我磕三个响头 这事也算完 他这事也判断了 你我还给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老大 我对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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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叫鱼之歌 我就喜欢听你朗诵诗 小事了 张剑哥 我刚才去买水果 看见你弟宋建国 带着一大帮人去打架了 在哪儿 就在我们团旁边的货场 给脸不要脸 你打听打听 东方厂的爷们 给谁磕过头 对 跟那边 干 孙建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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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回城了 文哥 宋长青 你也回城了 你也回城了 马萨 马萨 咱本事了是吧 在知青点这打没挨够 回来还要接着打 是不是 怎么着 今儿想为你弟出头 别忘了 在知青点咱俩那一仗 可没分出个公母来 就看看咱们俩在一个点儿 待了这么多年的份儿上 给我个面子 我这个要放 放不放人 这得问你弟 一家走不了 我说了 这得问你弟 问你妈妈 你吃得多多了 这得问你 去哪儿了 你又会问我 你问我 你问我 什么问我 你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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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队长 人是我带来的 我没问你 唐笑语 我告诉你 我张小兵没那么好糊弄 一只苍蝇从我眼前飞过 我都知道是公的是母的 你们想干什么 我清清楚楚 那男的到底是谁 就是我一邻居 刚回城过来看看我 你要是不信可以去查 那我就再提醒你一句 别忘了 你现在还是歌舞团的学员 团里头明文规定 学员期间不许搞得一项谈恋爱 如果让我抓住了 你该知道是什么后果 唐笑语 你记住 是我向团里推荐你来演 吴琼花A角的 别辜负了我 我希望你认清形势 不要一失足生千古恨 把自己的大好前程给毁了 好 看来张小冰盯上你了 这君子好防小人难缠 小玉 再过几个月 咱们这一期学员就毕业了 你可得小心点 万一转不了正就麻烦了 好 张静哥怎么还没回来呀 张静哥怎么还没回来呀 张静哥 看看 했 来 来 来 先喝口水 咱们两个再聊聊 跟你有什么可聊的 你没看见 我在干活的吗 回头再扣我一个 扰乱丝化见识的帽子 我可受不了 实现丝化 不是你产底下没就能实现的 咱们耽误的时间不少了 你耽误了吗 我看你没耽误什么 老唐 我已经让老罗 把总工办办公室腾出来了 德国流水线的机器已经到位了 你不出山主持工作怎么行啊 老唐 就我这个脾气 我能让老罗把总工办办公室腾出来了 你信不信啊 让我出山也可以 你知道该怎么做啊 又来了 又来了 我还是那句话 你得给我道歉 好好好 好 你不是让我给你道歉吗 只要你啃竹山 我现在就给你道歉 唐玄冰同志 我 你这人怎么回事 听不懂中共话 我是说你必须以你个人的名义 在全场职工大会上 给我道歉 你今天有事 沟公 我 我 我尝尝 嫌我脏是吧 没完了是吧 该给你摘的帮子摘了吧 政策也落实了 这都多少年了 有意思吗 二凉米饭 外脆肉片 张老师 少套近乎 要什么 一份黄瓜炒肉片 周立平你干什么 笑 不叫老师了 对不起啊 要我说 你跑这儿来排队都是多余 堂堂一个厂长夫人 让他给你开上客饭券 到专家食堂 四菜一汤 三荤一素 还有饭后水果 多好啊 你别太过分了 我过分了吗 打不打算啊 好狗不挡道 下一棒 你出来 什么意思啊 要吵架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出来就出来 吵架我高兴 我可有些日子 没吵过架了 吴燕梅 你等着 谭峰哥 谭峰 不好了 出事了 什么事 嫂子但是她和人吵架了 老婆 你快去看看吧 周立平平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不是一次两次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 我招你惹你了 招没招惹没惹 去问你们家宋子唐啊 你别招嘴闭嘴 把我们家宋子唐挂嘴上 我们家老宋怎么了 老宋怎么了 你今天就当着大伙的面 把话说清楚了 你要说不清楚 你就是无理取闹 看见了吧 这就叫臭不要脸 恶人先告状 谁臭不要脸 谁臭不要脸了 你把你嘴巴放干净点 亏你还当过老师呢 再不干净 也比你们家宋子唐干净 好啊 你要让我说清楚是不是 今天我就当着大伙的面 说说清楚 听好了啊 我告诉你们 宋子唐就是一个卑鄙小人 他就是普之高王林举 问问他是怎么当上厂长的 什么朋友 什么哥们儿啊 呸 全都是放屁 昨天还给你在一口锅里吃饭 今天就能拿刀捅了你 这就是宋子唐干的事 你说话要凭根据啊 凭什么根据啊 其中的眼睛是雪亮的 今天烧锅炉的是我们家唐建明 不是宋子唐对吧 古月梅 你摸着良心问问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还不让我讲 我偏要讲 我要天天讲 月月讲 年年讲 阶级斗争不能忘 我见你们宋家一回 我就讲一回 我告诉你 你现在拉我去照X光 我这儿这儿这儿 我浑身上下全都是宋子唐的银子 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恨之入骨 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 我负责任 我怕谁呀我怕 我光叫的不怕穿鞋的 我天天堵望 我每天学习 我紧跟行事 我告诉你 现在呀 靠出卖朋友往上爬的时代 一切不复返了 象征我呀 没本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我还没吵完呢 你起开 你干什么呀你 你起开我 你还没吵完呢 起开你 嫂子 嫂子 对不起 对不起 走吧 快走 你真的是无理取闹你 行了 顾月梅 怎么走了呀 不是要吵吗 帝国终于夹着尾巴套跑了 丽萍你有点面子行不行 好了好了 演出到这就结束了 散了散了 大家伙该干嘛干嘛去 散了 丽萍 där 也行 让你过来 把疼的 丽萍 和你不得 celebrations 跟死亡的 是个人的 大高级的山岗台 悠然飘下两只羊 一只是公羊 一只是母羊 对不住了 诗人 您写的诗呢 就这么两句我念着顺口 你们关上 今天这是我第二次打你了 上次是你把小孩子开了瓢了 缝了七针 你掏的一百二十块钱赔给他的 知道就好 你别老整天去光喝酒泡妞打全架 我告诉你啊 你再打架我先抽你 诗人说完了 到我发问了 你为什么去歌舞团 别跟我说是组织上派你去当的门人 我就知道你们这帮臭小子 我老到门闹事了 所以我去看看 好扯啊 回来了不进家门直奔歌舞团 肯定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在吸引人 就许你们去歌舞团 我往这不能去 行了 哥 插队没给你插赏了 唐晓宇 你去歌舞团是找她去了吧 我听说唐晓宇眼上无穷花了 你去歌舞团是找她去了吧 是我们宁州城的风流人物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什么密不密的 我再提醒你一次啊 别老跟那帮地皮流氓一块儿会了 还冲什么老大 你真想当老大 你先把我那脑袋拧下来 宋长青同志我也提醒你 秀密可以 但唐晓宇不行 这事要让宋子唐同志知道了 你收不了场 不是 你有完没完 再提这事我冲你 不是我要提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你们那点破事 整个知情点都传开了 人家说什么你知道吗 人家说诗人长青跟吴琼花恋爱了 这诗人他也是人 正常男人怎么就不能 跟吴琼花谈恋爱了 他不是吴琼花 他是唐晓宇 女余 小船还推开破了 船长阿姨好 潇雨回来了 潇雨姐姐 啥时候给你给我跳过我 你等着吧 你跳的舞好看 你可真会说话 妈 我来吧 水羊 这家伙都您一个人干 再说我都这么大了 你就做一件事 好好跳舞 你妹在家呢 回去吧 孙命 那我先上去了啊 小雨回来了 王阿姨好 你好 你好 说吧 什么时候好人呢 我都想问问你 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承认了吧 我告诉你 去年程杰来找我管我要复习资料 说下乡演出的时候给你送去 那会儿我还琢磨呢 你们俩是不是好人了 我觉得你俩挺合适啊 后来歌舞团的人 告诉我程杰没趣 说她病了 我又想 是谁把复习资料送到你手上的 是谁 唐小雨 结案陈词 你们俩就是那回好上的 我这么分析没毛病吧 我们就那时候好上的怎么了 你还挺横 在哪里 在哪里陷队你 你的笑容也最熟悉 我一切相估计 我还在哪里 快去弄 快去弄 你有病啊 接 大死我 我讨厌 吓上你了吧 电吹风 跟谁借的呀 什么叫跟谁借的呀 存姑娘专属 有了电吹风就吹上了呀 我们歌舞团总共才两个 你们歌舞团的破吹风机 能跟这比吗 你掂掂 你们团的电吹风重得跟雅琳似的 谁用啊 真轻啊 别看她听 吹出的风可柔呢 还不伤头发 你坐下 干嘛呀 你坐下 唐小雨 让唐小雨给你吹个机关头发呀 行行行行 又想拿我当试验品 我才不干呢 老实交代 哪来的呀 特护病房香港同胞送我的 你这胆子越来越大了 那香港人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他怎么不送给别人 光送给你呀 人敢送我就敢拿着 怎么了 我告诉你呀 你得注意影响 特别是作风问题 送我这店吹风的是一女的 年纪比咱妈都大 再说了 我行得正站着直 作风倍儿干净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 我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你心里明白 有人看见宋长青回来了 红星产跟东方厂 两包小流氓 在歌舞团门口掐架 听说这事是宋长青给摁下去的 他说那要干嘛去呀 他说找你去了 你这小脑袋官想什么呢 别学着流里流气的啊 别学着流里流气的啊 心里没鬼你溜不着没你 他又有毙了你 他又有毙了你 你又玩什么了 玩什么了 你是为了唐小雨放弃的高考 要不然你现在就是大学生 妈 我 我 我回来了 你弟说的是真的吗 妈 你怎么学人偷听呢 我刚才说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说 我刚才听得真真切切的 你说你哥跟小雨好上了 还为了他放弃了高考 是不是你说的 不是你听错了 就是我说错了 是吧 你还狡辩 是不是这么说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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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个管资料 这是废眼睛 医生说口气明目 我这给您带了点野生的 你看我哥还想着你 我眼睛瞎了才好呢 我耳朵聋得更好 你就告诉我 我刚才听到的是不是真的 妈 你看我哥 他刚回来啊 是 你先让他喘口气 你别在这儿大厂 问你话呢 是不是真的 说话 我喜欢唐小雨 妈 妈 妈 你说 咱有话好好说啊 我回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坐下 坐下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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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坦白总宽啊 妈 妈 妈 长青 你跟妈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确实和小雨好着呢 你怎么说 绝对不行 你忘了我们两家是什么关系了 你忘了你爸在文革的时候 对唐家做过些什么 现在文革都过去了 这事总得有个了断吧 不是 我跟小雨好上了 咱们俩家不正好就可以和好了吗 你说得轻巧 怎么了断呢 不是 您喜不喜欢小雨吧 小雨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知道小雨是个好孩子 那不就得了 我把这好孩子 给您娶回家 给您当好媳妇 这不挺好吗 这是两回事 关键是唐家 那周丽萍能同意吗 就在刚才在食堂里边 她指着我的脑门 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事不是一回两回了 还有唐宪明 他能同意吗 你爸能同意吗 这三尊菩萨 一尊比一尊降 你知不知道啊你 妈 我和小雨是真心相爱 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们都会同意的 你刚回来你就折腾吧啊 你就折腾吧你 行 这事我也不管了 可就算妈求你了 这事千万不能让你爸知道了 要不然呢 这往后 我们两家可见真没太平日子过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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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太平日子过了 这一天放弃前行 多数时候 都只是怕一段 怕一段路看不清 怕一段书难长期 曾经害怕翻过的山头 现在看他已爱成了秋 曾经总被绊倒的石头 如今早已被盖成了楼 曾经一起同营的朋友 你们是否还一无所有 曾经和你说好的永久 我们现在已白了头 很多很多年以后 我们偷碰偷手牵着手 不约而通的挥手 一起走过的春雨秋 很多很多年以后 我们肩并肩搀扶着走 无约而通的挥手 还好没有松开 彼此的手 很多很多年以后 我们偷碰偷手牵着手 无约而通的挥手 一起走过的春雨秋 很多很多年以后 我们肩并肩搀扶着走 无约而通的挥手 还好没有松开 彼此的手 不约而通的挥手 不约而通的挥手 なく使用